那么今天这个节目最后一个话题啊 其实是来自一个观众胡扬的提问 胡扬我们也希望你在这个屏幕面前啊 因为你的提问虽然我们迟到了一天 但我们还是这个进行了及时的更新 这个是来自胡扬的提问 国民党能减少总统初选伤害吗 我觉得这个在座的可能只有和平先生能回答这个问题了 和平先生请 我其实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 什么叫党 我觉得中国人把这个党翻译在这个汉字的时候 真的是极妙无比 中国的汉字有一个神秘的力量 这个神秘的力量是英文没有的 也就是说任何新生的事物 你只要进入到中文的话语系统里面 它都会用中文表达出来 党这样一个黑社会组织 就是非常清明的 准确的反映了他的推证 就是互相争斗 互相的 用非常残酷的手段 用非常野蛮的手段 用非常安装的手段 争取得力 争取得力 所以呢 你在根本党那边是黑项作业 对吧 我们知道不多 只有某一天 某个人被抓了 而我们知道你们到了半天 谁失败了被抓了 或者是他没有能够当选什么职务 但是在民主社会就不同 民主社会这个东西是公开的 而且呢 这些政治力量要尽可能利用公开的舆论 左右有利于他的这个方向发展 所以在每一个国家 民主国家进行这个大选之前 每一个政党都有一番恶斗 我们今天有一个事情没有讲 就是昨天六都世界最新披露出来 报道出来的 就是我们李吉博博士 抢的新西兰的 那么一位 非常优秀的 在我们看起来了不起的 女性的这个 总理 她突然之间辞职了 当然我们可以说 她自己有一套理由 很疲倦了 我的邮箱里的邮已经不够了 我不能贡献什么什么东西 实际上 你根本不应看 这个新西兰的媒体 百分之百可以肯定 她是被党内收拾了 党内现在 工党能不能 这个继续在 今年十月份的大选中间 能够取得胜利 党内对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总理 有多大程度上 能够继续支持下去 因为工党现在名声 已经不是那么高 好像百分之三十左右的 这个知名度 那么 所以她和党的这个关系 变成了她一个 不得不 最终退出这个 这个政坛的 这么一个通口的这个决定 那么在 在台湾 在美国 现在其实都要为 2024年的 这个总统大选 进行这个准备 但是先 把内部人搞死 因为只要把内部人搞死 他都有可能会上来 你看看现在 我们今天 六都不一 开始投票 你认为 美国的共和党的好选人 谁会在2024年 会代表共和党选举 列出来一大的名单 那这就是共和党内部会 进行一番这个恶斗 对吧 那么这个民主党现在情况 还不清楚 是像上一次选举这样 我们看到民主党在不断的公开 来进行这个这个演讲 来再整齐投票 产生这个领导人 还是先经过后面的 这个幕后操纵 来产生这个这个领导人 至少我们知道 上一次的民主党领导人 到了最后的时候 就是党内的大脑 出来调和 对吧 柯景丽写个保证书 你不要欺负 我们的这个办的老同志 你就可以 作为副总统来选一选 这就是一个搭配 这就是一种政治的一种情况 那么国民党呢 经常有人嘲笑他 就是说内斗很厉害 外斗不行 什么叫外斗呢 就是一选举 就输给这个民进党 但是内部斗争是很激烈的 有丰富的经验 结果把内部的人呢 竟然把对方搞死 同时把自己搞死 这种就没有能够赢得大选 你看当年这个李登辉 他就是国民党的人了 他不是民进党的人了 但是实际上呢 把内部的人搞死以后 他帮的是民进党 然后胜出于 从国民党里面分裂出来 赵首康 这样一群人 从国民党里面分裂出来 然后让国民党 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但是民进党 有民进党的问题 民进党的问题就是说 他是一个新生的政党 他很有选举的经验 但是他也面临一个就是说 民进党下部怎么办 是跟美国站在一起 跟日本站在一起 联合一起来对抗中国的崛起 然后为自己的独立 能够找到更好的机会 还是说不要在美国和中国的对抗中间 日本和中国的对抗中间成为一个炮飞 应该和中国大陆 组织某一种平衡的关系 其实民进党内部也是有这样的分歧 那么现在的这个总统蔡英文 是一个走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中间的路线 比较温和的路线 但是他的路线一直遭到 这些激进的民进党人的这种反弹 甚至在上次选举的时候 对吧 这个几位民进党的习近大佬 在报纸上登记打广告 对吧 他们攻击的不是国民党 他们攻击的是蔡英文 这就是政党的这个权力斗争了 是这个互相伤害 是政党的基本特征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 同样之间 国民党就会完全团家一致 对外 那么这都不大可能的 斗争就是他们的生命线 就是他们的村药 没有这个村药 就没人去搞这个政治 所以这一次的台湾的 这个民主选举这种怎么样 确实有非常大的变速 确实增加了巨大的喜剧性 这就是民主政治 虽然有时候很丑陋 但是它有非常可爱的一方面 不那么 只有不大的那么一种确定性 有很大的张力 大家今天这样 明天那样 只有到选举的时候 最后一瞬间一出来 原来结果是这样 所以选举是一种嘉宁华 选举是一种 不仅是人们行使的一种权力 同时也是一种人世间的娱乐 好 感谢和平先生对这个我们的观众呼扬提问的回答 那么节目又到了最后 首先要感谢在今天节目中打赏的观众 感谢如是我闻 感谢明哲 感谢艺人的打赏 感谢各位的这个关注以及支持 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 我们会带来火乐节目 火乐节目呢 是这个关注时下最热门的信息 以及各类消息的一个视频 在十分多钟的时间 火乐编辑呢 会给我们去罗列各种各样火乐 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这样的话题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 也给大家带来火了 华尔街论坛会在明天继续回归 跟大家讨论 时下最热的各类话题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